在晚上都是放鬆,上頭上一發,聊天,看書,看電影 給我的感覺是一個浪漫的感覺 但又很短的,每個建築雖然很密 但每個建築都好像各自各有自己的一個很特別的支柱 砌了一幅畫出來 其實花虛這個建築其實是我的公司 我剛出來入行的時候,十幾年前,我十六歲的時候 其實已經在這個公司工作,很多回憶 十幾年之後,這個公司我們都沒有搬過 但因為這個區域要重建,政府要收回 所以覺得這個地方其實是我們自己有很多回憶 花圃我們都認識的,經歷 因為太多年了,每逢新年的時候,這裡就有花市 就算是新年的時候可以回公司 很多人沒有去過花市,有人就會覺得 千萬不要踏入這個地方,因為花客 但其實我們自己就慢慢走 一些日子,想買花,那些人都會來這裡 其實我覺得這裡也是一個給人來一個很開心的地方 因為這件事,一條街,整家人都開心是很難得的東西 投入黑夜世界,用手機演繹我們的香港故事 快點參加Into the Nice攝影比賽 快點! 我們在這裡,見面了 CityInternet CityInternet